蓝染是纯天然的植物染料 对人体相当友善 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非常适合做成生活中的产品使用 这次展览也运用蓝染 结合多项日常生活用品 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了解 蓝染艺术之美 蓝染的生活化的部分呢 我们是做得非常彻底 从我们身上穿的衣着 然后饰品 然后还有再就是我们的居家生活 比如说有抱枕 然后有茶席 然后还有床具组 床包组 然后甚至到我们艺术类的像挂饰 都是有的 那天然蓝染其实它本来就是植物的染色 所以它对我们的人体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当它配挂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其实是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绿色工艺 这次展览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欣赏 游客们看到蓝染能演变出多项生活产品 也都纷纷表示相当兴起有趣 游客谢先生说 这次展览能将传统的工艺融入生活 是相当不错的创意 就是本来以为蓝染只是一个传统的工艺 然后没想到它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材质 或者是很多居家的装饰上面 所以还蛮有创意 然后也蛮有 看起来蛮好玩的 然后把台湾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我觉得还很不错这样子 这场战然的想象 创作连展 在西头米提饭店展出 从2月1号展出至5月20号指 先议员吴瑞芳欢迎喜爱蓝染创作的民众 前来西头旅游时 能顺路到展场欣赏 这些美丽的蓝染作品 蓝染我们都知道 蓝染是非常自然的 天然的植物 下去做一个成品 这个非常也是有技术 也不简单 能够今天在我们米提饭店这边 做一个展览 从2月1号开始到5月份 都有在这边展览 希望说游客来跟我们客人 顺势来米提饭店家 把它走一走 看一看 议长何正峰表示 蓝染是纯天然的染料 不只对人体无害 也不会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 这次展览所设计出的作品 相当具有特色 欢迎民众到西头来欣赏这些作品 记者卢宇凯 入古乡采访报导